美国和中国一般互相骂 都是你去挑拨 都是你挑拨我们人民的感情 一方面还送熊猫 我们看一下 呆萌的大猫熊 一只是熊姓的云川 另一只是雌姓的新宝 身负重任 在26号晚间 从四川亚安出发 搭乘包机过境香港后 飞往美国 将入驻圣地雅各动物园 展开围棋十年的 国际大猫熊保护计划 中美猫熊外交持续 但是美中关系回不去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在上海发表演说 只批北京当局 透过武器技术 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是重大错误 另外伯恩斯在画质日报专访中 罕见的以强烈语气批评北京破坏美中关系 像是禁止中国公民参加美国在华举办的活动 或是企图恫吓出席者 还加强对美国驻中大使馆社群媒体的发文限制 并煽动国内反美情绪 伯恩斯大使的有关言论不符合事实 偏离了两国元首就金山会武达成的重要共识 不止美中关系难回暖 菲律宾驻美大使表示 如果台海战争爆发 非国可能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保卫台湾 并警告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争端 可能引发包括核战在内的更大区域冲突 韩先生怎么看 到底有没有谁挑拨谁 我是觉得现在美国的整个策略 就是两手策略很明显 就一方面的话 你说这样环太平洋军检 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当然有意义 我觉得它的意义有几层 第一个的话对内 因为他们要选举了 所以拜登他主导的整个状况 看起来的话 所有的盟友通通加在一起 而且还是历年来最多的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 大哥的派头非常的好 再来的话就对于整个盟友来说的话 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俄乌战场也好 中东战场也好 其实美方对于以色列的态度 对于乌克兰的态度 都让他的盟友 曾经有过任何的怀疑 觉得说你是不是真的挺到底 你到底用怎么样的方法去挺 尤其台湾特别在意 我想全球也很在意台湾的部分 到底美国会怎么样挺 我想这个部分 他也是相当程度的跟他的盟友说 大哥在这里 大哥还在 大家不要担心 同时他也要告诉大家说 我虽然已经有两个战场了 我还有能力来护卫整个的环太平洋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相当程度的意义都在 更不用说对于中国 对于俄罗斯 目前看起来中国俄罗斯朝鲜 即便中国试图要跟俄罗斯 跟朝鲜稍微的拉开一点点距离 不希望被任何的经济制裁 但是就西方世界来看 他们三个还是在一起的 这三个在一起越走越近 尤其最近普丁动作有那么多 跟金正恩之间又靠那么近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的话 美国也必须要对这三个 这几个国家去展示出来 美国这个集团当中 他的这个恫吓 我想这个部分不至于到台湾会去讨论 说他是不是要开站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秀肌肉 不在于开站 是要告诉你你不要开站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意义 是比较这个样子 当然你不能够因为说 大家都有节制的不开站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尽可能的 这个在灰色地带游走 我觉得也不是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目前整个气氛 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层次 所以反过来说 在他不断的秀肌肉的时候 我就觉得博恩斯讲话也还蛮奇怪的 就是说一连串的 其实不只是说在军事当中 不断的结盟 不断的步步进逼 尤其这个进逼 最近南海特别的明显 你说菲律宾敢去这样不断的冲撞 然后嘴巴也凶 这个动作上面也是又去挑战 你这个中国大陆才刚刚通过的 海景新规 我觉得都是美国老大哥在后面撑腰 但是你一方面又撑腰 然后二方面的话贸易战 也打得稀里呼噜的 然后不断的从半导体 从晶片 从技术 从人才 从设备一个一个设线 然后设线发现越来越广 从半导体线还展开了 还拉到了这个什么电动车 还拉到了电池 你这样的状况底下 你要告诉中国人说 你们的反美情绪都是 你们政府撩拨的跟我无关 我觉得这个话有点讲起来 太此地无垠三百两了 而且有点太 你说叫得了便宜还卖乖吗 就是你的动作这么的多 你还说是他们自己撩拨反美情绪 如果换作是美国自己 如果是中国他动作那么多 你觉得老美会喜欢中国大陆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就在 玩这样一个两手 所以同样的你看 一方面的话又说是你们 不是我 我对你可没有那么不好 你看我还送你这个猫熊 本来是说不送了要带回来了 然后这个美国人觉得好可爱 舍不得再送再送再送给你 一方面对台湾来说明明就是看起来切香肠 也是希望让台湾某个程度 扮演某种棋子的角色 一方面又对美国说 我们都是坚持一宗 我一宗从来没有掏空也没有改变 所以我就觉得美国在这几年当中 当然你说中国都没有动作吗 也有 但是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说 美国的危机感跟自我捍卫霸权的行动 是远远的比中国来得更多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状况就是 就是台湾只好跟着这两拳之间的争霸 就是在中间必须要 真的是我只能再说一次 就是说要更理性的更聪明的 找到自己的战略空间 寻找自己的利益 现在全世界的这些国家们 夹在两强当中 都在寻找自己的战略利益 我觉得更何况台湾 所以因为最近有一些老外在中国被打了 被打了 所以他们老美大概觉得 都是你中国政府的散斗 其实你老美这样对中国 这个阻挡他 那个阻挡他 如果你认为中国老百姓都看不出来 每个中国老百姓眼睛都瞎了 全世界都看得出来 就中国老百姓看不出来 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我还蛮羡慕猫熊的 就说人胖了 人家就觉得呆呆的 胖了就不够灵活 猫熊越胖越可爱你不觉得吗 猫熊多好当猫熊 好 今年的汉光影是无剧本 没有剧本 在本岛不实弹 没有实弹 然后参谋主长说 这叫做去中心化指挥管理 去中心化 部队是独立作战的 火炮要安全管制 因为独立作战 没有中心指挥 没有剧本 都说炮乱打怎么办 所以没有实弹 而且这次演习的目的是 要熟悉联合作战的计划 熟悉联合作战计划 本岛规划还是以让各部队 熟悉作战的环境 熟忍联合作战计划为主 因为将来打仗 联合其他部队 还是不同的军种打仗 那个怎么配合是蛮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 陆军航特部阿帕契 为了步进加紧训练中 紧接而来的还有年度汉光 回顾过去国军火炮射击预袭 可以看到不论是战车 榴弹炮等等 炮管前方都有个红色架子 这可不是装饰 而是俗称的紧自驾 今年汉光四十演习 将把这些架子全撤掉 原本是用来限制设计 避免官兵失误打歪 小了这项安全防呆装置 更贴近实战状况 但着点的计算 官兵得更小心判断 专家解释其他国家也有 但随着进步已经少了很多 除了撤架子 以往扮演敌军 戴红色帽套的角色 也全部取消 因为我们汉光演习 为了我们防卫作战的目的 而设定的演习 所以说让他原兵归原位 这些特战的兵力 应该到他的战术位置 应该去熟悉他的环境 应该知道他的指挥管制的关系 这个我们认为是今年我们训练的一个要项 而比汉光四十更先一步的 由美方主导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 也在27号正式开始 嗯 不意 他讲今年的汉光演习是十兵不十弹 我相当的欣慰 如果给他十兵还十弹 那我非常的害怕 如果有个逃兵拿十弹跑掉了 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 尤其是在无剧本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当然就是要考验临场的反应 因为毕竟打仗的时候 哪来的剧本 你必须要有非常多方面的考虑 以及经验 才有可能面对到真实会碰到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这回说 没有剧本 然后用状况诱导来演 我觉得其实是好事 因为毕竟 接下来碰到的问题 绝对没有剧本 教你该怎么去做 但问题是 中国大陆对台湾现在的状况 自从赖清德520就职演说的 新两国论发表完之后 状况非常糟 直线下滑 不管是环台军演 还有频繁的实施 联合战备警巡 就是共击穿越我们的中线 基本的 现在是连他们的军舰 都直接巡航到我们东部海域 用四面八方来包围台湾的局势 来给台湾政府就施压 这种状况 接下来要怎么来处理 我觉得赖政府要先想清楚 因为这一次虽然我们 国军说是无剧本 但是否有没有可能是 我们无剧本 但是我们要去配合 美国的剧本呢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争 说实话以台湾自己的实力 跟武力 要能够获胜机会不高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机会 来配合美国或者世界各国 来做联合的军演 我觉得也许是有必要性的 而且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2024环太平洋军演 它这个军演的重头戏 差不多是用实弹 击乘一艘4万吨的塔拉瓦号 两栖攻击舰 大家知道中共现在最主力的三艘 075型两栖攻击舰 它的冻位是多少吗 就是4万吨 也就是美军只要证明 它能够击乘它的两栖攻击舰 就代表它有实力 直接击乘你中共 现在的两栖攻击舰 所以不要说是假想敌人 我觉得中国大陆 已经很百名的被美国视为 它真正的敌人了 不再只是假想罢了 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赖政府要看清楚 要知道我们给美国这么多的 不要说保护费 我们花这么多钱跟他买军武 可是如果换来的结果是 台湾越来越不安全 而且台湾的民众 可能每天要受到战争的威胁 这种价钱 这种代价 到底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毕竟一个真的好的领导者 一个真的好的执政党 让整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才是他应该真的要做的事情 这点我还是搞不懂 比如说以前演习有打那个把机 就看我打得准不准打到把机 你现在一个箭4万吨摆那个地方 这个箭怎么让你打 让你打 打成为止 一定打得成了 怎么打不成 我29国家去打 把它打成了 真的打起站 那个箭再这样给你打 怎么可能 那箭会反击 那个箭旁边有互惠的 通通有 就带着让你打 因为将来4万吨等于大陆的075 所以打台湾可能用075说 我们就把他打成 我们赢了赢了 老公就怕了 这讲什么 演习是演习你当然可以这样演 但是真的打起仗 那个战场不是这样的状况 战场怎么会是这样的状况 很好笑 来 真宇 其实你可以看 周四环台军演 我相信中国它也不是神游的灯 大家知道吗 从昨天的早上的6点24小时内 共鸡已经征获了35架的攻击 7艘次的共检在台海的周边活动 还有33架次从北中南东四面包夹 那大家也要知道 最近距离台北不到30海里 鹅鸾鼻的43里 也是让全台飞弹部队 警铃大响持续大作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刚刚我非常认同 不管是蓝轩姐或者是博弈 他特别讲到的 没有剧本 它也许是好事 但是大家可能要关注到的 一件事情是什么 现阶段台湾的国军是不是没有办法 完全的去掌握我们的军事布局的主动权 现在这个是要大家担心的 没有剧本的状态之下 是不是要去配合美国他们的方向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相信赖清德以及整个赖政府 要特别小心的是 现阶段不管是环台军演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汉光演习也好 现阶段美方的方向 它是以台湾的利益为主 还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 我相信赖清德 就算你现在是美台最好的关系 你也要特别小心 你是不是能够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来保护台湾的利益为优先 我相信不管是值跟量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台湾一定要去面对中国 而且严肃的去看待 有没有可能演习 有没有变成假戏争作的可能 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老公的飞机船舰舰线包围台湾 越来越紧 越来越密 越来越近 很麻烦的 感谢观看